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现身河南春晚彩排 跳完现代舞后,没想到这次是古风舞 河南春晚这几年真的特别出圈 出彩的中国元素,被各种的演绎后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作为河南人的王一博 这次终于要在河南卫视表演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着实让人惊喜不已 其实,去年河南春晚,王一博就有参与 是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 作为宣传小达人,向外界介绍了河南春晚 这次呢,是确确实实参与其中 带来了舞蹈作品,跟随着主旋律 主攻了一段唯美的古典舞 且不说,王一博在跨年舞台上的现代舞 到底让多少人刮目相看 甚至引发了整个街舞圈的震动 没曾想王一博居然换饭了 去跳了街舞圈都搞不懂的现代舞 还跳得这么鲜 这么美,一度让人惊叹他的身材跟线条 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 王一博带来的惊喜,让不少人叹为观止 同时呢,这次的河南春晚 王一博带来了作品双生 通过舞台的搭建,呈现出来两个人在跳舞的场景 形成双人舞的即视感 通过现场放出的路透照 我们也发现了 王一博一身黑衣 更快捏舞台上那个白衣飘飘的 他形成了一黑一白的反差 心底瞬间充满了期许 一身黑衣的王一博,再加上现场的舞台搭建 这次是真的仙气飘飘了 很多人透露 这次的舞蹈风格是古典舞 听到后,着实有点震惊了 王一博不是跳街舞的吗 街头文化在他身上有种狂野更炫酷 自从跨年跳了现代舞 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他的认知 他真的是一名舞者 更具有艺术观赏性的魅力 如今又要跳古典舞 只想说 王一博 到底你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 对于这次跳古典舞 我们大体地了解了一下 编舞出自于马小龙 街舞大神奥 他的作品在街舞上 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 一出手就是经典 王一博跟马小龙的合作可不少 最出圈的应该是之前王一博表演的 龙拳,舞台 当时的造型跟舞蹈编排非常出圈 编舞师就是马小龙 这次马师再度合作王一博 估计又会是一个超级唯美的文化盛宴 享受其中是必然地回过头来咱们说一下王一博 这个街舞饭打开了我们对他舞蹈的认识 每次看他跳舞是一种享受 能够感受到那种的舞台魅力 是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 他的身材比例很好 长腿长脚 线条比例算是黄金比例了 再加上他跳舞 很有感染力 爆发力跟延展性 都给他的舞蹈加分不少 一直以来 我们对于王一博的认识 大部分是因为他的街舞 没曾想 今年的跨年舞台 他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换了一种舞蹈饭 来了一段现代舞 更加专业性 艺术性的表达 简单的装扮 白色衬衫加黑色垮裤 飘飘然的即视感 多少人被他的这支舞给感动 配合着他的新歌 像阳光那样 带来了一缕温暖 更多的是一份内心触动 王一博赤脚跳了现代舞 河南春晚他一席黑衣 又会带来一段文化上的视觉冲击 古典舞更有魅力 我们只有期待了 你 爱你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